北京有一条街叫创业大街 这条街是全北京咖啡馆密度最高的地方 不是说这里的人爱喝咖啡 而是来这里的几乎都是想创业的青年 他们只要花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使用免费网络经营自己的创业梦 这些创业者有个新名称叫做创客 在这样的地方就可以编织他们未来的创业梦 就带你来看看这些咖啡厅如何来帮助年轻人 北京的春天炸暖还寒 不过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却很热闹 创业大街全长200公尺 5分钟就能走完 街上聚集着草根创业者 创业团队 投资人和投资公司 每天都在上演着财富神话 像我们来到了这个创业大街的一家咖啡馆 事实上这个咖啡馆看起来跟一般的咖啡馆 没有什么两样 但实际上这里的咖啡馆含金量相当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就有一些人在这里赚到了上千万元 可是也有人在这个地方下雨而归 所以这种创业咖啡 现在已经成为北京创客的新天堂乐园 车库咖啡是创业大街上最早开的创业咖啡馆 2011年开店至今已有四个年头 200度坪不算小 但天天人满为患 基本上全是找资金的创业者 这些人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创客 他们每天吃喝拉撒全在这里解决 穿着迷彩服 就是企业培训于一身的一个综合性的项目 那有没有具体的东西呢 您来带什么具体 我们这块我过来 一个是在找一个 寻找一个投资伙伴 佐金每天在这里至少待上八小时以上 除了吃饭休息外 他几乎天天与不同的投资人谈理念 我有一个想法 因为他那个可以旅游 住宿 我做出一个综合性的 比方说类似于 对对对对对 类似于那个 君都山那样的一种模式 佐金在这里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们感谢有这样的咖啡馆 让他们能实践自己的创业梦想 来这儿就是找一种感觉 第一就是 说得很直白 有很多人的想法很不靠谱 就是聊着也很不靠谱 但是你能看他在这儿连续 每天喝一杯咖啡 外边吃饭在这儿连续的 在这儿睡一觉 就躺在这个上方睡一个月 这真的是一种激情 这里的创客 大多以科技产业为主 咖啡馆公布栏上 贴满着介绍创客们的产品构想 投资人都会到这里 寻找他们属意的方案 哈喽 大家好 现在又到了我们吃午咖啡 五间半小时的时间 然后今天有第一次来到吃午咖啡 想上来介绍一下自己的 除此之外 咖啡馆每天还会为这些创客 举行推介会 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及梦想 今天就是您 还要带着您的团队 都是第一次来吃午咖啡 去连我的团队了 这都是我的兄弟 有人能说得清清楚楚 但也有人说得不着边际 我们是很多顶级的投资商 包括硅谷排名前十的投资商 你们一定要往前面看 一定在未来的四年到六年 可以创造一个非常大的奇迹 尤其是做互联网金融的 跟手机理财相关的 大家也可以过来找我 没有女朋友的 大家也可以过来找我 我就坐在那个几号桌 一会儿下去可以自由地聊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谢谢 由于创业大街突然成了 北漂青年的新聚集地 因此这里的咖啡馆 突然变多 竞争激烈 为了吸引创客上门 有的咖啡店甚至还推出 免费喝咖啡及上网 就是要吸引创客上门 产业它是有产业集群效应的 大家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 很好的创业氛围 我觉得这对吸引投资人 还有吸引创业服务商 这是非常有好处的 据统计 光车库咖啡这四年 就走出了300多个 成功创业的项目 创下高达500亿美金的交易额 车库咖啡代表的大陆新一代 活力激情和创意思维 就像当年的美国戏骨 充满创业梦一样 不过对于大陆创客来说 他们更愿意把车库咖啡 当成电影里的龙门客栈 四面八方的江湖客 在这里卧骨长龙 高手在民间